欢迎收看金融办法队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的指数呢 今天继续往上面走 那见回不回 那当然指数呢 走得它也没有非常的快 因为今天的话 大概就是涨了五六十点左右 今天一整天的话 大概都维持在这个区间 所以今天高低点算起来 算是不是很多 那当然因为你用 一万七千点的指数去看的话 那么今天震荡大概只有120点左右 所以这个幅度算是很小 那再来的话呢 成交量也没有很明显的扩增 这就是说呢 短线上这就是一种金金涨的走势 不过沿着五日现涨的话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沿着五日现涨的话呢 它就是涨了以后会停一下 涨了以后会停一下 所以短线上面今天走到这里 那到这里之后 也可能会稍微停顿一下下 不过最快时间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就像当时的时候 疫情那时候突然爆发的时候 第一天下来 第二天上来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这是关键红黑 对不对 这是关键红黑啊 它告诉你最快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 那股票都走在基本面前面嘛 对不对 都反映在前面 所以虽然你看到现在疫情 其实现在疫情也稍微有点趋缓了 不过股票会更领先 是不是 所以股票到这里的话呢 走到这边的话 当然慢慢接近前面这个区域嘛 所以稍微会震荡一下 不过基本上面指量也没有增加非常多了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个量不够 那其实这一样的意思是说 应该是说短线上它不会冲这么快 但是呢 它的冲码又相对稳 对不对 因为它不需要很大的量嘛 不需要很大的量 它就已经一路提进到这里来了 这个位置几乎就是把这根给收回来了嘛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是小量准备过高 那小量过高的话 其实就是说筹码也相对稳定 所以盘面上当然还是相当热闹 那各类股里面来说 航运还是强 那钢铁就是慢慢涨 那电子的话 现在就是反映营收跟获利 所以营收获利好的会先涨 那营收获利好的股票的话 当然像今天的敦泰就涨停了 因为数字是比预期高 那现在短线费特别多 对不对 所以准备要调单前高 那不过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短线费非常多 那那种打过底拉出来第一根都很容易追 那你要追的话就是最低一天 对不对 因为第二天 开高就可能会有卖牙 那现在我觉得 营西设计有些扩散 但是有些扩散的是比较落后的股票 对不对 像今天亚信也涨停嘛 是不是 但这就是属于比较落后的 好所以那全面都轮一次之后的话 那今天它虽然很低档 但我刚刚讲你就是买第一天 像这种已经跌很多的股票 或是打过底的股票 现在市场上面短线客多 短线客多的时候 就最喜欢买这种技术面上 今天第一天刚转强的股票 对不对 尤其是那种跌升躺在地上 然后打了一个底的 那种第一天都很多人下去 那一大堆短线客 是不是 那所以的话你现在操作就是 跌升的有些股票会反弹 那再来的话就反应营收 对不对 营收好的会长得更真实一点 长得会更实在 因为今天都已经6月1号了 那6月1号接下来的话就准备 营收跟获利都要陆续公布 好那所以 我觉得盘面上最整齐的还是在航运 那电子的话呢 你可以择优锁定 那电子里面我觉得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一视同仁 因为你经过前面这一段以后 筹码都不一样 所以电子要锁定是后面 基本面特别强的 对不对 第三季往上的 而且是最好是基本面上面 立即性又够强的 那当然这个以后再跟大家讲 那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先锁定好 不过目前的话 反面上的重点还是在航运 那航运我昨天也说 昨天航运开高 昨天都创新高 那创新高以后 昨天震荡一下 我昨天讲了几个航运 都有跟大家讲 那今天长荣现在又涨停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航运要跟谁做呢 对不对 那昨天 其实昨天也是创新高的 那创新高以后 昨天震荡一下 今天不就回去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 在这里还没有过高点的时候 我就说过他会创新高 对不对 我说会创新高 那结果一路上来以后 航运是三个都创新高 万海创新高 那杨明后来创新高 那接下来长荣也创新高 是不是 那我说他们要创新高的时候 都是还没有创新高 而且还隔很远的时候 对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讲说 长荣杨明会创新高的时候 那时候才八戟 是不是 然后很多人想说奇怪怎么只找万海 那我跟你讲其实万海之后两个都一样会涨 对不对三个都一样会涨 是不是万海的价钱我觉得合理 对不对 它今年又增加一些新的 那再加上它又增加远洋 所以我说做航运你要看全世界 你如果只有看台湾一个的话 你很容易会在里面追高杀低 对不对 你在里面追高杀低的话 到最后真的就会差十万八千里 你看这一天跌下来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 是不是 我跟你说他的买点说过好几次 对不对 这一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你接下来会创新高 那上来这里的时候 那一天都跌下来 但是如果你跌下来看到这里 跌下来的时候 你如果是反向把它刹在低点 你绝对会很欧 对不对 因为后来第二天就往上了 结果上去以后创新高 是那昨天是 甚至突破前高 那突破前高以后 昨天砍下来的时候 你如果把它砍掉 你今天就会觉得很欧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亮灯早停了 所以我说有时候股票是这样 它有很多不同的形态 有一种它是持续往上面 多头的走势 那种的话有时候也会回 对不对 因为多头的股票 再怎么多头的股票 它都有涨多要休息的时候 那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 对不对 你盘面的人气股 然后大家市场上面 各方都在看的 把人在做的股票 对不对 大户在买卖的股票 是不是 散户也跟着一起买卖的股票 对不对 它要回的时候它就是很快 它要洗你的时候 它一定是很快的 那就是标准的还涨几跌 因为它如果没有量洗的话 它筹码怎么洗得干净 是不是 所以它每次回一天以后就下去了 像它当时在起涨的时候 最早在起涨的时候 这一天是几跌 你看这一天K棒好像很小 这一天其实就是开高走低几跌 对不对 然后上来后这天也震荡 然后再上来后也是震荡 它要洗你就这样洗 因为如果它没有这样洗的话 那筹码没办法刷出去 对不对 短线客一下就洗掉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像昨天的话也是 是不是 昨天开高走低 洗掉了之后 今天就没给你客气了 有没有 今天开盘 再震一次 有没有 震完之后就开始一波波往上 结果今天就又创新高了 所以现在是108块 涨停满创新高 那我觉得其实它们都会涨 因为第三季最强的还是在这边 是不是 而且这个是破纪录的 史上第一次看到突破1万块美金 是不是 那突破1万块美金 而且还不是只有 而且还不是只有现在在涨 是接下去还要涨 对不对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7月要涨 你看到是7月 不是在讲 不是在讲5月份 不是说过去他们涨了多少 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说过去是 但他现在讲的是接下来 7月 现在才6月1号 那不只6月涨 7月还要涨 那7月一样创新高 对不对 那这个 而且很短的时间内涨两次 对不对 过两天以后就直接加一倍 是不是 本来说实质柜是900块钱 40时质柜是1000块钱 然后直接就加一倍 900变成1800 对不对 1000变成2000 那我是不是讲过 他旺季本来就快来了 对不对 加上欧美又解封了 欧美又解封了 其实货物的需求更大 现在全球的货物的库存还在低点 是不是 那你接下来下半的有一大堆的节日 对不对 所以才正式要进入旺季 所以我说我说做股票不用预设立场 其实很多人做股票会预设立场 就像这一波很多人都看不顺眼 上次其实涨上来的时候 前面的这一波 我们在一路转的时候 很多人就看不顺眼 很多人就觉得 他们为什么一直涨一涨 涨不停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要看全世界 又不是只有台湾这样涨 全世界都这样涨 对不对 全世界还不是一个国家这样涨 全球的前几大航商 全部都这样涨 这每一家都往上面不管是美国的也好 日本的也好 德国的也好 韩国的也好 全部都在创新高 大家都在创新高的时候 这告诉你什么 这个趋势挡不住 对不对 目前价位就是继续涨 那你说什么时候到尽头 操作股票有时候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你一开始就预测他的立场 那其实你就是跟钱过不去 是不是 你就跟钱过不去 对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高点的意思 是不是 就算你现在从供需来看 你也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到什么时候到底 对不对 那接下来货物的需求又更强 解封到之后的需求是更强 是不是 再加上现在 我上次讲过嘛 又有新的法令 新的法令对供给限制更大 是不是 所以你供给下来需求上去 那这个供需 它就是一个趋势 那这趋势在反转还没有形成 或者是其他的讯号还没有出现 的时候你根本不用预设立场 要反映他的获利 第二季好第三季更好 四月份的数字都还不算是非常漂亮 五月开始的价钱更好 六月又更强 七月你刚看到涨多少 是不是两度涨价 所以我说 大家要更好就是这样 因为明明一档股票就可以赚大钱 明明一档就可以让你赚很多 是不是 昨天创新高 洗下以后 今天不是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个都会非常强 是不是 有些人说为什么涨不停 万海我那天就跟你说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讲分盘交易第一天 分盘交易第一天会怎样 短线影响最大就是第一天而已 那就是第一天嘛 对不对 那分盘交易不会影响他的走势 不会影响他的趋势 是不是 他只有很短线的影响 那最明显就第一天 所以我昨天就跟你说就那一天而已 就昨天那一天而已 对就真的假的 不是一样也快涨停 是不是 就真的就很一天 有没有 眼看就要创新高了 有没有 159块钱 长荣108 还是严重低估 还是严重低估 三个人获利今年没差多少 各有优缺点 对不对 万海股本小 是不是 大股东持股又高 筹码干净 对不对 筹码有优势 长荣是全世界我们三家里面排第一名的 是不是他也是有优势 对不对 再加上他下面订购的船又最多 是前十大航商里面 后面新增船最多就是他了 在不好的时候买最多就是他 所以谁受贿 对不对 排名就直接往上跳了 所以长荣有长荣的优势 是不是 就是杨明获利好啊 对不对 三个比起来他获利低级最强 所以三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 那所以我说另外两个会比价 对不对 另外两个基本上来说就严重低估 也就是严重低估 所以长荣涨停我觉得是很合理 对 天津地义涨停 万海准备要创新高 那杨明也是嘛 吴宜线都守得好好的上去以后 就沿着吴宜线一路上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小量换手啊 很多小量换手的 这都是筹码被收走了 长荣也小量换手啊 对不对 小量就过高了 这表示前面都是短线嘛 所以前面当冲的当冲啦 短线客的短线客啊 洗掉以后上去就创新高了嘛 对不对 现在不就是在涨停 是不是 又继续创新高 所以我说我们做股票有时候 还是要看长期的趋势啊 那让钢铁也很重要啊 不过钢铁有时候它就是稍微 还没有到整个盲喷出啊 不过也是一样会上啊 因为钢铁股喔 接下来下面的都利多啊 那现在是6月1号啊 对不对 接下来中钢盘价也会上啊 中钢盘价上去以后 中钢中红都会强啊 那时候我也跟你说这是买点啊 有没有 当时我就跟你说这是很好的买点啊 对不对 4月份4毛钱那是只有涨了500块 对不对 5月份要涨2300耶 多出来都尽力耶 6月份要涨2800耶 这个也是要过清高的啊 那我跟你讲说它也没涨啊 有没有 就讲完隔天就分出去嘛 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钢铁会涨 是不是 只是现在它还是涨涨停停 涨涨停就是电高啦 对不对 但通常都是一开始就慢慢涨高 后面就越走越高 对不对 还是这样会创新高 是 那当然 其实那些高铁很近啊 这底型也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这底型也已经打出来了嘛 是不是再来就准备创新高 那其实钢铁很多 已经要创新高了 海光已经要创新高了 威智也要创新高了 是不是 所以钢铁还是要涨啊 对不对 只是现在它们还在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还没那么快而已啊 但股票有时候你买就是买在这里嘛 对不对 因为它喷出去以后你把它难买啊 所以我觉得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先买 对那下半年的话 第三季的话 第三季钢铁是铁定会不会寂寞的啊 对不对 因为你基建都要做啊 那现在拜登也是很急啊 他就是急着要基建嘛 对说实在话 美国基建也是正常的 因为它东西也都旧了 所以基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探权 探权交易也会要开始了 可是六月底就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国家会长 那电子我刚刚有讲过 我觉得电子股 有些营收好的 有一些是还不错的 那但是不是每一党都可以啊 所以你操作还是要分啊 那不过就是说 今天是有些扩展到很落后的股票 那那个我觉得不见得是一个 应该说它就是有点点的 比较到了后面啊 因为大家在找的时候 最后会去扫IC设计族群 那你扫完了之后 最后就扫到那个没长的 那没长的其实它就 大家找那个躺在地上去 长一根了 那我觉得那个 其实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很强劲的讯号 因为那表示说说 你该长的都轮过了嘛 那轮过了之后 长到最后落后不长 就不见得是好事了 那不过的话 刚刚讲到航运上来的话 那么散装倒是可以留意了 来 散装也整理一段时间 对不对 那 其实BDI是强的 尤其BSI是强的 是不是 只是最近稍微整理一下下而已 那这块 如果你问我说它景气是怎么走 我会跟你说是走长多 对不对 因为 节能的法令 对供给就是受限很大 你不要说新船出来 旧船现在一大堆拿去拆 所以它的供给就变更少 是不是 供需更吃紧 那各国解封之后 需求就更大 其实需求一定更大的 因为各国解封之后 你又会加速基础建设嘛 对不对 你基础建设会加速 然后再来 其他的货物也会加速 所以解封其实是好事 那我觉得产业上面来说 供需还是最大的力量 供需还是最强的力量 那个会 那个是短期没办法改变的 对不对 就像你说拖流船 现在高流船又变成低流船 你要加上拖流 你要加上拖流器 那如果你没办法加的话 你就是把它废掉 是不是 那你说我再造新的船 是可以啊 但是再造新的船就是没那么快 所以它短期的供需就有限 所以这种供需没有办法一下扭转的 没有办法一下改变的 没办法一下改变的话 接下来的话 你就要注意啊 我觉得接下来散装也会长 那散装当然会扬 对不对 这个是最大的船队 所以我觉得指标就看这里了 那我觉得其实都会重新高 好那想这么多的话 重点是你怎么操作呢 我觉得最近盘面上面有时候 短线也真的比较多 短线也真的比较多就会有个问题啊 很多人说看了半天 然后最后 最后不知道做什么 其实有时候我们操作 你不一定要在任何时间里面 都有一样的方法 有时候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法 你不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赚的法更多 对不对 等一下跟大家说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4 4 5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最近其实很多新朋友来 那我发现最近很多新朋友来的时候 都是一个 好像一个同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很多人呢 就反映说 最近的盘面看起来就是 很热闹 但是看起来呢 又有点头昏眼花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今天涨的明天就不会涨 那明天涨的后天又不一定涨 那有时候呢 你看好的时候跳进去的话又不动 那盘面轮动很快 好 所以呢 很多人说 好像你买了之后 你没有马上嘎掉 然后可能过一两天的话 又不一样了 那最近很多人在反映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操作是不同时间 要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不是说你永远都一定要去 你永远都要去当天最强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你要赚大波段的钱 你要赚够大 你今天如果100万想做100万 你觉得你是可能靠着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去赚钱吗 其实我跟你说是完全不可能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可能 你如果说今天你100万想要翻100万 你就靠着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 后天买那个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这样子可以翻一倍以上的 是不是 这个不是我要泼冷水 是真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今天100万要赚100万 200万要赚200万 500要赚500万 1000要赚1000万 一定不是那个做法 对不对 真的做法是你要会买会卖 是不是 不是每天嘎 对不对 不是今天强势股 今天买来今天嘎 明天买来明天嘎 对不对 如果这样全世界早就都发光光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最近很多人说盘看起来很热闹 可是你问大家说有赚钱吗 对不对 一大堆新打来的朋友说 他们有的是自己做 都是他们老是带他做 好像也没有赚很多 有的有赚 但是也不是非常多 是不是 所以我说其实操作上 干嘛不跟我们一起做咧 对不对 你跟我们一起做轻轻松松 然后又赚大钱 然后比起每天冲来冲去 其实真的不知道强多少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的100万就是可以翻倍 这个才是重点嘛 这个才是重点啊 对不对 就像我跟你讲航运股 我讲航运股的时候 我有跟你说今天买明天卖 今天买明天卖吗 对不对 我有昨天打下来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我全部出了 是不是 因为明天你昨天打下来 就是要早买点的时候 昨天不是讲了吗 是不是 那在前几天打下来的时候 我有告诉你我全部出了 然后没有这样乱糟糟的啦 你买在低档的人 你上去了以后 对不对 赚大钱 那你震荡的时候做什么 你震荡的时候拉回来 就是找加码点啊 那其实你要做的事情 不是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你反而是可以赚钱 你反而是赚大钱 对不对 反而跟那个你今天追这个 明天追那个比起来 那获利差10万8千里 对不对 来看看 来我们上一次 以长荣当时是在100块附近 创新高那一天出的 5月11号你自己去看K线 是不是 我当天就告诉你了 当天早盘就出了 是不是 早上的时候在创新高的时候就出了 有没有都公开讲啊 有没有 我这里有K线你可以看啊 就是这一天嘛 对不对 我们前面赚了一波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获利出 对不对 你该出的时候要出嘛 你该出要出是因为你可以 有第二次更漂亮的买点啊 对不对 所以我有在当时的时候告诉你说 我这里买今天买明天卖 你今天买明天卖 然后上去说告诉你 出了下来又告诉你我又接回来 马上接回来吗 没有嘛 你卖掉了之后就是找一个漂亮的买点嘛 那买点快到的时候我会先告诉你嘛 买点到的时候你就要跟我一起进场啊 是不是 接回来70几块接回来 是不是100块卖掉70几块接回来 对不对 中间跌都没你的事啊 是不是前面涨跟你有关啊 对不对 接回来之后也不是叫你嘎来嘎去的 你刚来刚去最后有赚多少呢 是不是 真的赚大钱的就是你跟我的嘛 对不对 你70几块接回来 70几块接回来之后开始一路上啊 我有告诉你说 你要在里面每天嘎吗 对不对 我有告诉你说你今天嘎这个明天嘎那个吗 对不对 真的那样嘎的人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啊 反而你跟我一路这样稳稳荡荡的这样赚上去 你就是大获全胜嘛 70几到80几 对80几到接近90 有没有 震荡的时候我也告诉你后面会创新高的 对不对 我说他跟万海比较起来这是便宜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万海也不会啊 但是比较起来长龙更 这个爆发力更大嘛 对不对 成长力道又最强 有没有 震荡的时候我也告诉你 你低档跟我一起买好了 你中间就轻轻松松啊 你轻轻松松准备找买点嘛 如果真的有跌下来就你大好的买点不是吗 对不对 就你加码点啊 结果洗一洗之后上去以后不是 上个礼拜五不是有喷涨停吗 然后昨天是不是创新高 昨天创新高尾盘是不是有下来一点点 下来一点点的时候 市长你做什么 让你找买点了不是吗 我昨天就告诉你是买一点啊 那你今天不是有平盘附近 对不对 然后今天是不是涨停 好那今天108 我们75块买 对不对 33块钱 70几块的股票赚33块钱 你说这一波谁赚得多吗 对不对 跟抢田真反弹 左边今天做这个明天做这个比较起来 你觉得哪个多 就这么轻松就30几%啊 就这么轻松就30几% 就30几块 30几块是快五成 还不包括前面卖的 前面100块钱出的前面的那一大段 那段还不要算 所以我说真正赚大钱的是这个方法 所以你根本不用这么忙 就直接跟我就好了 对不对 尤其六月才刚开始 六月才刚开始 你跟我好好的做一档股票 你好好跟我做一档股票 我带你一起做 打来我就招待你 所以还没有跟上赶快打来 打电话来我招待你 直接带你做一档好股票 带你直接赚拿钱 还没有跟上呢 等一下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了 也是大家操作生理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自负投资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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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